这些年因为我们每年的优秀作品都很多 北京出品它都会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一部分 过去我们老讲金味文化 金味电影 金味电视剧 其实现在已经我们不仅仅是金味了 我们是金产 就是换句话说 北京生产的作品 它已经不仅仅是反映北京的生活 它甚至可以反映全国 甚至是中国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生活 所以北京出品已经成为中国出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 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 前50位的电影当中 一多半都一定是金产电影 前10名当中可能主要基本的都是金产电影 北京它确实占有一个文化高地的这样一个地位 2024北京文化论坛 生化文化交流实现共同进步 回待资亚的观念 回 coins 2013 2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